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政理事会 提升双轨火车取代马新高铁 资政理事会 提升双轨火车取代马新高铁 2018年6月19日 在Facebook上分享 分享到Twitter广告 请继续往下阅读 吉隆坡19日讯 在首相敦马哈迪宣布搁置耗资700亿令吉的马新高铁 也称龙新高铁 计划后 政府如今获得替代建议以提升国内铁路运输系统 还可节省500亿令吉 据星报引述消息报道 资政理事会建议政府耗资200亿令吉 用以提升现有的双轨火车设施 以取代马新高铁计划 据悉 有关建议不但能为政府节省500亿令吉的高铁成本 还可为政府省下5亿令吉的赔偿 因为新加坡部分的计划不受影响 提升双轨火车设施与马新高铁的主要差别在于路程时间 因前者路程预计130分钟 后者则只需90分钟 报道称 一些相关领域的顾问公司认为 政府若允许第三者营运由马来亚铁道公司 KTM 拥有的铁道路线 就有望缩短路程时间 广告 请继续往下阅读 因为第三方将会采用车速较高的新型火车 并使用商业模式来营运 请继续往下阅读